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来不易 朕不想就此毁于一旦 那皇上 现在想怎么办呢 爱妃啊 你跟朕过了不少苦日子 朕绝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皇上 向阳收复后 您打算如何放手 这也是朕一直头疼的难题啊 若少留将兵 恐复为伪其所有 若多留将兵 又会引起千里运粮的困难 屠城自困 终莫能守啊 皇上 那日朝堂之上 您可是答应跟岳飞被充足的良想 所以朕给岳飞的玉闸写的是 用心筹划 全尽之策 皇上 此事岂有全尽之策 朝廷若是不能千里运粮 岳飞便只能将大军撤走 留下少量的兵力助手啊 朕要的就是岳飞搬世回朝 皇上 六郡为伪其与流寇所居 我禁他退 我走他治 皇上若将岳家军匆匆撤走 由于势必要卷土重来 留下一些当地的百姓 手无寸铁 突然成了兜下的牺牲了 望皇上三思啊 朕这是古大局的万全之策 岳飞刚刚打下襄阳六郡 此时正是士气高涨之机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这么一场 大的胜仗了 皇上 前方军报 读于朕听 金人已经答应兵员刘裕 四太子金乌珠正率十万大军南下 若这次再与金人开战 可如何是好 如若再战 恐怕还是胜负难定啊 胜负难定 不过岳家军如今士气旺盛 正是对付金兵的时候 或许现在就是重整山河 扭转乾坤之时啊 倘若战败如何呀 大敌当前亦从如 两军相逢勇者胜 微臣相信 岳飞或许就是那个 再造乾坤之人 醒了 朕有点累了 这件事朕会再考虑的 退去吧 微臣告退 以后再提出 了 是 是 有点 是 我 是 是 是 你是 是 借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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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派兵驰援了 对啊 朕也没有料到 见人会如此爽快地答应 爱卿啊 你有所不知 刚刚赵大人还选朕 派岳飞迎战 迎战胜负难了 恐怕皇上还要继续担惊受怕 皇上 微臣倒是有一计 可令皇上安枕无忧 秦爱卿你有何应对之策 襄阳仪役根本与金人无关 可他们非要插手 这分明是要劳于蜂之力 要劳于蜂之力 要劳于蜂之力 那依秦爱卿的意思 这次我们是该战 还是该合啊 当战则战 当合则合 搅辅兼用 化敌为勇 这次我们是该战 还是该合啊 当合则合 当战则战 当合则合 搅辅兼用 美国务工作 伦绑未登 irm Acho 原来这次 接下来 谅amis idade 她的 蜀之启 选择 这义和之人 必须找个可信的才行 这办法可行 可惜的是纵观朝堂 朕没有一个可信之人了 微臣可举荐一人 何人啊 进来吧 草民参见皇上 此乃何人啊 他是微臣的义子秦夕 原来你是秦大人的义子 平身吧 谢皇上 皇上 皇上 义和之事 就交我儿去办吧 微臣担保 他一定会办得妥妥当当 皇上 义和之事 就交我儿去办吧 昔儿 爹 皇上 如今可是金宫之鸟 谈金色鞭 只要你能够不辱使命 成功义和 你将功不可没 孩儿知道 孩儿一命不负重托 какая刃 那块给我拿下来看看 那块给我拿下来看看 我要买的话 什么价钱 您这么说我可就为难了 我原本找这块仆玉回来 是想做镇殿之宝的 我是想啊 啰啰嗦嗦地说什么呢 我问你价钱 是 好吧 五百两 不 五千两 就是他了 好 夫人慢走 乡亲们 乡亲们 听说了吗 几千两啊 整整五千两啊 用来买一块石头 你说这宰相大人的钱 真是来得也太容易了 可是这些鞋事啊 都是从咱老百姓身上 刮下来的血汗钱 对呀 对呀 这个都是从我们老百姓身上 刮下来的血汗钱哪 这太不像话了 秦大人几次出示金营 都是平平安安 荣华富贵地回来 你说他是去谈判 还是去通敌的 是啊 我还听说 在下大人 又想去议和了 议和 哎呀 百姓饥寒 在求财通敌 我们现在老百姓 身保穿过暖的 大家伙说说 是不是应该找他讨个公道啊 等等等 走 找他讨个公道去 朱莱 走 走 走 出来 出来 出了 快 出来 走 快 出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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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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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子 快出来 出来 快出来 出来 快出来 叼头走后门 走后门 好 大哥 这次你得让我当前锋啊 金木珠那小子要是敢来 我捏碎了他 你就放心吧 这次不会像抓张寒似的 再失手了 我敢打宝票 大哥 到最新情况 金木珠率军十万 已经逼近襄阳 这金木珠腿够长 脚够快啊 好 我就不信他的铁浮屠 真的能所向披靡 就是 看我二的 什么狗屁铁浮屠啊 这次分明是我们跟尾齐的战役 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 他干爹瞎起什么哄啊 这次分明是我们跟尾齐的战役 这次分明是我们跟尾齐的战役 大哥 那咱们的计划 会不会太过冒险了 兵不再多而再精 将不再勇而再谋 即使他金人有十万大军 我们也可以险中求胜 报 赵相国密函 去吧 赵相国密函 我先去吧 赵相国怎么说的 皇上得知金人兵员尾齐 日日担惊受怕 于是派人去金营义和 义和 这 跟那些金人义那门子和呀 这不分明是送银子去吗 自从皇上逃到海上之后 就如同金公之鸟 如履拨兵 我早跟料头 这皇上玉闸中所写的 用心筹划全进之策 表面上是千里蕴粮 后卿无法承担 这实际上是千里蕴粮 就是想让咱们回事啊 对 大哥 现在依您之策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依稷而行 不让咱们回事啊 快去找到你了 快去找咱们 咱们去找咱们 有客人 赶快去找咱们 那天 就找咱们来 来 不想让咱们 你会好好好 牛哥 你这次可是一锦还乡了 这次攻打六军 真是好不痛快啊 是啊 我听说呀 皇舍特别高兴 还说要给咱岳家军加官进决 到时候咱们兄弟几个跟着岳将军 那就飞黄腾达了 可是 你不想要是 来来来 岳将军这回也变得聪明了 金人来了 咱就跑啊 打不起还躲不起吗 是吧 总之啊 见好就收 实为上策也 是啊 干 这酒还行啊 再喝点 来来来 你是秦桧的儿子 正是 这倒是稀奇了 义和乃是外交大事 怎么派一个毛头小子前来 自古英雄出少年 四太子在年轻的时候 不也已经都名扬天下了吗 不愧是秦桧的儿子 说起话来 让人觉得浑身舒畅 多谢四太子夸奖 好吧好吧 说说看 怎么个义和 晚辈此番前来 是奉大宋皇帝之命 只要四太子和岳妃这一仗 做做表面功夫 然后退居黄河以北 皇上允诺 进贡白银二十万两 打仗是真刀真枪真功夫 岂荣得作假 四太子果然是真性情 万生佩服 佩服 如果四太子觉得跟岳妃打假仗 有主任您的名手 万辈 这倒是有一个消息 可供四太子参考 什么消息 万辈再来的途中 听说岳家军已经退兵 岳妃正准备回临安 临赏 将大宋皇帝之旅 虎子的工夫 岳妃有学者 对多数 必须对富 岳妃抢富 岳妃 岳妃 不费吹灰之力 便一举收回襄阳驻地 四太子 只要您见好就收 不在南下 二十万两白银一文不少 派人去答单清楚 是 大人 走 将军 已经查探过 岳家军军营空无一人 已经扯兵了 看来岳飞也是个贪图工赏之辈 传列下去 即刻整军出发 是 四太子 那义和之事如何进行啊 等取了襄阳 咱们再坐下来慢慢谈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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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郑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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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pres 赵向老 请 请坐 将军 谨四太子如此骁勇之人 这次都大败而归 将军用兵之神 令赵某实在是探服 探服啊 永不足是 用兵先定谋 谋才是胜负之关键 说得好 说得好啊 这仗多亏了岳大哥 阻止多谋 用了一招控臣计 让精明在此大败而归 是啊 皇上听说岳将军这一仗大获全胜 很是满意 不过各位将领全力相左 也是功不可没 赵某很想知道 这次的战功 岳将军打算如何分配啊 以便赵某回朝之后 向皇上禀报 功劳在于 全军将士上下一心 气冲消汗 尤其是张宪 杨再兴 牛稿 王贵四元大将 领军有方 杀得金军惨败而归 好 回朝之后 我一定向皇上禀报 论功行赏 来 为表敬意 我先敬各位一杯 谢相国 干 赵大人 岳大哥知道赵大人要来 特地命将士们为赵大人准备了考全羊 好 王贵 把这剩下的拿去对兄弟们吃 好 赵大人 请 众位将士 在前线连年征战 为国为民 这 叫老夫如何能够独自享用啊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吃吧 好好好 来来来相国 我来帮着分吧 好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在映州那么卖力 都压下我的战功不报 凭什么 凭什么压着我的战功不报 凭什么 就凭你是玩儿 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爹问 你为何从军 为了把吉人赶出我们的家园 为了老百姓有口饭吃 过上好日子 你现在还是这么想的 当然 好 既然你是为了天下大义 那么今日 为何又要贪图功劳 我要的不是功也不是名 我是心有不甘 我和齐大将领一样出生入死 为何你待我如此地不公平 公平 那你告诉我 什么叫做公平 他没招你没合你 你把他打断 公平吗 你吃得比一般老百姓好 穿得也比一般的老百姓好 公平吗 金人抢走了我们的土地 侵占了我们的家园 公平吗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上 没有绝对的公平 你要有颗平常心 所谓公 即是大公无私的公 就是做一件事情 都不能从义己私利出发 所谓贫图 所谓贫图 就是要有平常心对待一切事情 包括你所谓的功劳 你一出生 就已经注定了不平常 因为你是我岳飞的儿子 所以你得到的机会比别人多得多 也正是因为你是我岳飞的儿子 别人看待了 要比一般人苛刻得多 所以你得付出更多 要做得更好 记住 在这个世上 没有占不胜的敌人 只有占不胜的自己 是 娘 要剪好了 我看这病啊 是好不了了 娘 您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您身子骨硬量得很哪 这点小病压不到 我自己的病 我自己清楚 您看您 又胡思乱线 来 我是他 你孝顺 可是该面对的 总该面对 总该面对 像我这辈子 有岳飞 有你 有这群孩子 该去除了 娘 我写信给岳飞 让他赶紧回来吧 千万别 他 他在前方 打仗 不能让他担心 为我监管 国师邀请 可 顺其自然 千万不能勉强 我死也 不会明白 娘 别说这么多话了 别说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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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来 喝杯茶吧 娘娘 我来吧 是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啊 还有谁 是我哥哥 我这次中了岳飞的埋伏 正好给他落下了画饼 在皇上面前连番奚落 皇上还下令让我再次休养 自从哥哥被名声按将 他的部下听令于你 就始终对你耿耿于怀 不管怎么说吧 你们俩都是我最亲的人 我不希望你们起冲突 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受到伤害 我知道 哪为你了 我既然嫁给了你 我的心当然是向着你的 只不过现在皇上 一向是亲心汉化 立主合意 如果这个时候 跟哥哥冲突起来 我担心对你们两个都不会有利 反倒会不会有利 会让他人渔翁得利 你的手没事了吧 你现在知道心疼我了 那当然了 对不起啊 我心情不好 不应该跟你撒气 其实现在呢 皇上最头疼的 是刘豫的事情该怎么解决 如果你帮皇上 解决了这个心头大患 皇上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那依你之见 我该如何解决 你真当我是你的军师了 你这么冰雪聪明 一定有你的主意 其实这个刘豫呢 是先皇以汉之汉的一颗棋子 但他不是当今的皇上 现在刘豫讨兵求援 皇上也是不堪其忧 皇上出兵吧 怕兵败垂成 要是不出兵 又怕遭人口舌 说他见死不救 皇上 穿进四太子 林妃娘娘 带过来 放开我 这个人是谁 这是路上抓到的宋朝信使 得何人送信 四太子问你话呢 我 我是奉大宋皇帝之名 这人来给刘豫送信的 信哪 子太子 不认识 联合刘豫来杀我 赤城之后你的高官厚禄 还赦免他叛逆之罪 好 这东西来的正是时候 他和这封密函一起乘送给皇上 让你去就去 是 带走 宋朝的皇帝怎么会让刘豫来杀你 这封密函会不会是假的 它就是假的 宋朝皇帝可不傻 他太清楚了 你根本不可能投诉 这世上还有什么官笔的伤情 称姑道寡 三宫六院的皇上呢 只不过这封信来得正好 宋人想出刘豫 我想出刘豫 皇上更想出刘豫 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 揣着明白装糊涂 看来语文虚中教你下棋 你的进步还是挺大的 不认识 他现在不认识了 还想出刘豫 不是 有些知道 你不认识 一櫈不认识 他到这儿 那招不认识 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所以你就想利用他这个心理 不管他相信这命函是真还是假 至少 这是杀刘豫最好不过的借口 古有周渝巧用反监计杀蔡茂 竟有你岳帅用反监计朱刘豫 大胆留愚 吃力扒外 includes 杀刘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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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如今太宗刚刚驾崩 将来又战乱不断 朝内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在虎视眈眈 此时此刻 我们要做的就是作为人心 可是你今天也看到了 他当了所有人的面 竟然抢涉我的猎物 他什么时候 才能把我这个皇上放在眼里 如今尚有部分兵权在詹罕手中把控 我们现在不能与他正面交锋 我越忍他越嚣张 他迟早要杀了我 那皇上有什么打算 明日我再要他打猎 给他一个机会 也给我们一个机会 不过快吧 正如今 给我准备工作 请来 你给哪个野汉子做的帽子 还挡住我的面 不是野汉子 这是我给我哥哥做的帽子 其实是这样的 哥哥前几天给了我一块瘦皮 是让我给你做些挂子 可是坐着坐着 就多出来这么一块 所以我就给哥哥做了个帽子 你不会真生气了吧 怎么会呢 我的灵儿如此心灵手巧 是乌珠的福气 我怎敢在您面前生气呢 乌珠 这么晚了明天还要打猎 你去哪儿啊 皇上还有事找我 你先睡吧 我去去就回 我去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